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她擦去水渍一边解释 还让她不要去胡思乱想 接着萧恩回到房间开始画画 听见母亲进来的声音 她赶紧翻了心的一页 开始画海星 母亲走过来说 孩子该吃药了 说着边把瓶子里的黑色液体 滴了几滴在杯子中 让萧恩喝下去 萧恩问母亲自己是得了什么病吗 母亲说你正在长身体容易疲劳 这个是能让你强壮的 在母亲的催促下 萧恩极不情愿的喝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 萧恩和三个小伙伴站在海边 母亲爬上海岸 把萧恩之前看到的海星拿给他们看 并告诉他们 这个只是海星的其他品种 以后不要大惊小怪的 下午萧恩在母亲带领下去了一个医院模样的建筑里 里面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告诉萧恩 要在这儿睡一晚才能走 母亲离开后 一个小护士走进来安慰并鼓励萧恩 但紧接着便对她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 萧恩还被打了麻醉 晚上萧恩醒来 她看见旁边还有好多和她一样大的小男孩 并且都很虚弱 接着画面转到了医院一个昏暗的房间里 一群护士和医生正在看录像 个个都很认真 好像着魔了一样 转眼到了第二天 萧恩被母亲带回了家 在吃完母亲喂的药后并开始了昏睡 晚上萧恩被母亲出门的声音突然吵醒 因为好奇于母亲的行踪 所以萧恩跟了上去 途中陆续还有很多女人往处走 萧恩躲在暗处跟着他们 终于萧恩找到了他们半夜的集聚地 她从延时的缝隙中朝他们所在的方向偷偷的看了过去 眼前是奇异诡异的画面 这群人躺在海岸上不断的扭动着 最好心是一群动物在集体举行一场怪异的仪式似的 这可把萧恩吓坏了 她慌张的跑回了家 又一天 萧恩再次被母亲带来医院 让医生给萧恩做检查 母亲看着屏幕上萧恩腹腔内的情况 显得很开心 后来小护士给萧恩换上了病号符 并把她留在了医院里 深夜萧恩从床上醒来 她看见小护士坐在旁边翻着自己画本 看到萧恩醒后 小护士连忙询问 画上了图案 看出小护士非常感兴趣 萧恩只能一一为她介绍 还给她讲解了很多图案的寓意和玩法 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萧恩因为不是这个岛上的居民 所以她见过很多外面的东西 而小护士应该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 再次到了第二天 萧恩躲开医生们在医院里闲逛 结果无意间推开了门进了一个诡异的房间 房间里面摆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缸 一个小男孩像鱼一样被浸泡在缸里 萧恩不知所措的看着 仿佛感到了害怕 这时一个医生冲进房间把萧恩拉走了 接着灯静静亮了起来 萧恩躺在台上 医生在对她的肚子里进行杀菌消毒 此时的萧恩就像是砖板上的一条大甲的鱼 麻木的望着天花板 也不知过了多久 灯静在暗下 手术结束了 而当画面再次亮起时 萧恩已经坐在了海边 原来那个看她画本的小护士把她救了出来 她告诉萧恩 自己和她母亲他们其实都是海里的海星 他们背后长着吸盘 是和人类基因结合而产生的变种人 也就是俗称的美人鱼 所以他们所有人都不能进行繁殖 所以只有将自己的基因与人类的基因结合 才通过男孩来产生下一代 而萧恩只是他们抓来用来生产的工具 之所以救她出来 是因为小护士觉得萧恩不适合这里 外面五彩缤纷的世界才真正适合她 说罢 小护士便带萧恩下海了 接着画面一转 他们俩出现在了小护士提前准备好的小船上 小护士爱恋的抚摸着萧恩的头 像一位慈爱的母亲 也像一个温柔的恋人 后来小护士起身回望他们逃出来的地方 眼神决绝而坚定 那里就是进化岛 是她诞生的地方 却也是给萧恩带来痛苦的地方 可接下来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小护士起身跳进了海里 没有任何言语的不舍 只有无声的告别 小护士返回了进化岛 也许她觉得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人类 不能适用人类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她还有更坚定的信念和目标 要去拯救更多的男孩 电影的最后 萧恩迷迷糊糊的醒来 不远处的前方就是人类社会的灯火通明 萧恩回到了属于她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至此全篇情绪